红龙主张守护生命 黑龙相对起来较为好战 跟着路西洋往前推进到了黑药龙堡 最后甚至协助黑龙占领了这个领地 并修复了黑药试炎石 也目睹了塞伯利安和路西洋争夺黑药王座 塞伯利安与路西洋的争夺又将引发怎么样的风暴 这一切的答案或许都藏在未来的阴影之中